而在高雄这边有抢匪多次随机请抢机车女骑士横行在市区 甚至还会入侵住宅偷爱心采券 而这一回他们又要下手请抢 幸好这位受害的女子非常的接紧 她被抢之后立刻大喊抢劫 这抢匪被吓得是翻墙逃跑最后难逃罚王 他等一下会蹲下去一下 停车场监视器拍下 一名男子企图抢劫女子包包 没想到事迹败露 女子大喊抢劫 男子吓得逃跑 只见他跨过围墙 搭同伙的车赶紧离开 因为情急之下也把拖鞋遗留在现场 翻墙 坐上接应的机车离开 两名男子组成抢夺集团 没想到这次却踢到铁板 他们不止抢劫 甚至看到巷子内的机车钥匙没拔 就直接骑走 还有民宅被他们搜刮一空 摊贩的五万多元爱心采券也被偷走 统统拖了三百张的采券 免了均是一百跟两百的 结果他们刮中的好像不到一万元 前科雷雷两人以偷为生 原警调业监视器 以车追人逮捕他们后 痛骂坏事干净 扭送警局 记者成为军械重道 高雄报导